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2日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晚上 跟大家說說 最新的話題 這節想說 叫做 奴隸秀 東一腳 西一腳 吸踢走 即是甚麼 即是說陳奕迅 誰是奴隸秀 我們也不知道 這一節要說是陳奕迅出來開演唱會 陳奕迅 居然忽然 提起 新疆棉 雖然沒有說 新疆那兩個字 為甚麼那麼膽敢還提起新疆棉呢 原來 有人覺得 就是 試過境遷 已經很久 沒有在香港搞演唱會了 有人真的覺得 似乎 沒有甚麼代價付出 雖然自己擔心了很久 這節一起和大家看看就是陳奕迅說甚麼 然後我們再研究 我們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記得 真的打開我們的節目 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記得 繼續支持 我們已經 發現 YouTube 對黃媒的打壓 尤其是我們 層出不窮 目前最新的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 令到你的觸及面不斷下降 我相信不只是我們 不過我們也會特別明顯 因為封鎖了你的 影片推送之後 就會令到很多我們的聽眾訂閱了 很多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有最新的新聞 其實我們真的一直都很苦惱 到底應不應該 是靈魅平台的 但是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能夠找到 同等能力 同等程度的平台 的機會實在太低 所以我們 比較傾向 用後備頻道 的方法 更多 所以大家記得真的要訂閱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提提大家 我們1月28日 在黑池 在萬城附近 萬城附近的要過去 應該沒有困難 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我們這次的網咀 是下週來的 我們預計由下週 再去到差不多晚上 亦想舉辦一次 小型的集會 我們當是一個巡遊 去到這個市中心 本身跟我們 集會的地方 跟我們網聚的地方 相距也不是很遠 我們繼續希望打進去 本地的社區 所以 在這個小小的城市 如果我們有超過100人 其實很誇張 有50人 都已經很誇張了 你看球隊可能有那麼多人 你說有 一個集會 講講香港人 的特色和議題 的事 有50人以上 這裏很大件事 所以我們這次 怎樣 都要 出去走一轉 當是大家熱身 喊口號也好 本地組織看到你那麼多人 那麼團結 一定是很高興 這個就是要告訴 當地人知道 香港人是有力量 是夠團結 這個在未來的政治啓示 會有很大作用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參與 尤其是居住過黑池的朋友 希望你們盡量回來出席 這次這個聚會 住得較遠的朋友 我們就建議你當遊覽一天 去住一晚 星期六來的嘛 星期六玩完 這個聚會 星期日還可以遊覽一會 跟著才 坐車回去你住的地方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陳奕迅 陳奕迅 在前年 牽涉這個 新疆棉風波 大家應該 還很記得 當時 這個 西方世界 對於中國大陸 這個新疆棉 就是進行抵制 原因很簡單 因為新疆的再教育營 就是從事強迫勞動 當時很多大的牌子 例如這個Adidas 立即 出來宣稱 不會使用 來自新疆的棉花 這個 就是陳奕迅 瞬間 衝出來 發聲明 當時就這樣說 我和我私藝人陳奕迅先生 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中國的行為 即日起 宗旨和Adidas 品牌的一切合作 特此聲明 這個是 陳奕迅的 經理人公司 在2021年3月的時候 偽然出來 和Adidas 斷絕關係 大家還記憶猶新 當時 這個陳奕迅 情況相當之惡劣 面對毀約 單方面撕毀 和Adidas的合約 又面對大量的粉絲 唾棄 這個奴隸秀 你跪下了 所以你是奴隸秀 所以 新疆棉的議題 曾經 成為陳奕迅 痛哭的事件 成為他的夢魘 結果現在 相隔了一段很長時間 原來 陳奕迅 九年沒有在香港搞演唱會 九年之前 在洪館搞演唱會 現在 再捲土重來 現在 覺得演唱會成功 門票又賣光了 覺得 新疆棉的風波 暫告一段 所以 他 發揮 就是自己本色 繼續在台上 說得就說 唱唱歌的時候 就是用毛巾抹汗 然後有歌迷大叫 陳奕迅 我想要你的毛巾 陳奕迅 覺得很驚訝 就說 你自己去買吧 去無印買吧 那條可能是無印的 毛巾 然後 再說一句話 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棉 他 他 自己提起這個棉 有機會可能是新疆棉 他自己說完就在嘻嘻大笑 台下的觀眾 聽得很開心 跟著一起笑 當他自己在說笑 其實 陳奕迅自己就爆 說自己 覺得 一直都有很多事情 很擔憂 但是他說 我們害怕了很久 我們害怕了很久 你知道我們害怕了很久 他跟他的團隊 知道有些事情 你不想呀 你不會害怕呀 你想你就會害怕呀 你也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他在說甚麼呢 他在說害怕 歌迷不回來找他 就是害怕 搞完一宗 事件之後 大量的歌迷 唾棄他 但是 有幸有不幸 不幸的地方 是歌迷的記憶 實在太短暫了 已經忘記了當時這個新疆棉風波 所以 陳奕迅很高興 覺得 原來幸好沒事 試過境遷 他也可能知道 當時太糟糕了 已經後悔了 但是幸好 害怕了那麼久 現在 終於大步濫過 演唱會門卷 全部都賣得出去 你真是幸運 大家關心楊千華賣票是否賣得了 陳奕迅 賣票是否賣得了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那麼幸運 所以他就意氣風化了 大叫 有些東西會回來的 整個大氣氛 會回來的 其實 陳奕迅相當之擔心 自己的歌迷 自己的人氣 一去不返 這個新疆棉事件 跟Adidas終止合作 似乎 沒有為陳奕迅 帶來想像中那麼大的衝擊 原因也很簡單 國內的人民 首先 他們自己也不會唾棄Adidas 你有中國大陸搞政治 有他們繼續買爆Like Adidas 所以 其實他們對於藝人 這些表忠的行為 國內 的人民 稍為是寬鬆一點 香港 香港不是說寬鬆 但是香港也有些問題 香港 記憶能力短暫 這個不是第一天發生的 大家也不用灰心 我告訴大家 香港人 一直都是這樣 從來沒有改變過 又或者這樣說好像不是很公平 不只是香港人 其實社會大眾 就是這樣 香港 如果要 研究是不是特別快一點 那就真的要做數據研究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數據 社會大眾 對於公共事件的記憶是很有限 很快 他們可能不是不記得 他們是無事的 其實更嚴重 你記得這件事 但是你無事那件事的存在 這樣跟不記得沒有分別 大眾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有時 最堅定的一班人很重要 簡單來說 大眾 其實永遠 都是 看著前面的人做甚麼 再去決定自己做甚麼 可能他們心目中 有看法 有良知 有是非黑白 但是到了行動的時候 他們也是需要 前面有人鼓動他們 既然 香港為歸割陳奕迅的聲音 也不是很多 我以前又可能聽到陳奕迅的歌 不如 去搞演唱會 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不如算吧 我不管了 照他先聽 肯定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所以 群眾 就是叫群眾 所以很多時候 始終 是要有些人出來做 然後才有人跟 從來都是這樣 通常最好的做法 就是一些在社會上面 有一點社會地位的人 出來願意帶領 最簡單的例子當然是和平佔中 可能你是一向都市開威的 你說你要搞佔中 沒有人理解你 但是有大學教授 出來跟你說我贊成這個方案 這樣 群眾就會慢慢接受 這個沒有辦法 群眾從來都是這樣的 運作和思考方法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一個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沒錯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